在新书破碎的希望中 前首相马哈迪的政治顾问罗门伯斯 揭露了巫统 在2018年大选败选后 该党主席阿莫扎西 曾率领代表团寻求与马哈迪和解的内幕 根据书中内容 阿莫扎西请求马哈迪放下政治分歧 与巫统和一党这两个最大的马来政党联手 以加强马来人的政治地位 然而 这一提议遭到了马哈迪 长达45分钟的严厉斥责 罗门伯斯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 马哈迪对阿莫扎西的提议感到非常愤怒 并在整个会议过程中 对巫统代表团大发雷霆 马哈迪在会议上 痛斥巫统领导层支持前首相纳吉布 并摧毁了巫统 给马来人带来了灾难 他指责他们愚蠢 因为他们失去了马来人的支持 并提出了这个荒谬的建议 马哈迪表示 即使这一合作提议 得到所有巫统和伊斯兰党国会议员的支持 他的政党霍西蒙也绝不会接受 马哈迪称巫统腐败和恶心 并明确表示 不会以任何形式与巫统合作 他提出唯一的出路 是让巫统所有人以普通党员身份加入土团党 但前提是巫统领导层必须申报资产 并接受反贪会的全面调查 书中还透露 巫统代表团与马哈迪及其助手们讨论了 安华参加波德申补选仪式 虽然马哈迪公开支持安华 但他私下不能接受安华成为下一任首相 马哈迪建议莫哈·莫哈山参与波德申 不选以阻止安华 但莫哈·莫哈山并不热衷于竞选 担心竞选活动可能会遭到破坏 尽管在会议上遭遇挫折 扎西和其他巫统领导层并未就此罢休 罗门波斯形容扎西为幸存者 并指出他全力专注于 让他的政党和联盟重新掌权 最终 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大多数人熟知的喜来登政变 在双西八甲州席补选中 国盟候选人阿比丁对其学历问题做出回应 表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专长 他指出 尽管敌对阵营一再质疑他的学术资格 但最重要的是 每个人都具备不同的专长和能力 阿比丁在周一傍晚拜票时 于新邦安把白卡达英达花园夜市 接受媒体采访 他表示 如果人家要比较 什么都可拿来比较 最重要的是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专长 对于西蒙不断拿ISO证书问题嘲讽他 阿比丁回应称这是个小失误 他解释道 那只是个小失误 当时宣布候选人介绍他实施误奖 并没什么 阿比丁还提到 他这几天到处败票 得到了华、乌、印各族人民的正面反应 他说 选民向他投诉物价上涨 相信选民会通过投票 表达他们的不满 大马奥运代表团制服设计遭网民批评又丑又吐气 近日 大马奥林匹克委员会OCM在TRX商场推荐了大马代表团参加巴黎奥运会的官方制服 然而 这款新制服一经推出 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声浪 众多网民批评其设计劳图 且缺乏心意 完全不如前几届奥运会的大马代表团制服 这起事件迅速波及 轻体部长杨巧双 他在X媒体上发文澄清 表示代表队服饰并非由该部设计 而是由大马奥运会负责设计和提供 对此 大马奥林匹克理事会秘书拿多纳兹夫丁回应称 这款官方制服的选择 是在大马奥运会与赞助商讨论后做出的 考虑了包括所需费用在内的多个因素 他表示 尽管存在一定的限制 但代表团的官方制服 仍会以当前的休闲理念为基础 实际上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还得看赞助商能提供什么 这也取决于预算 如果没有预算或预算过高 就会成为赞助商的成本因素 这些都需要加以考虑 纳兹夫丁补充说 这不是政府的拨款 也不是谁的钱 而是赞助商的赞助费 纳斯夫丁进一步表示 这款制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首次亮相 大马奥运会还将从各方 包括运动员和随行职员 收集对该服装的反馈意见 他还强调 大马运动员在开幕仪式上的服装将有所不同 这些制服仅用于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 前往比赛场地的途中穿着 前首相敦马哈迪 批评首相安华领导的内阁 虽然拥有许多优秀的从政者 但缺乏行政能力 许多成员没有足够的政府工作经验 马哈迪近日在接受自由 今日大马专访时指出 安华政府的成员 无法将其受欢迎程度 转化为组建一个有凝聚力且有效的政府 他表示 内阁中没有优秀的管理者 他们是优秀的政治人物 但不是优秀的管理者 因此 他们没有很好的领导国家 马哈迪形容安华过于关注政治生存 未能发挥应有的领导力 因为他忙于应付反对他的人 他举例称 反贪会正在针对他长子米湛和莫扎尼 以及前财政部长敦达因展开调查 这些都分散了安华的注意力 此外 马哈迪对政府对商业不友好的态度表示担忧 认为这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和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他说 政府运作不佳 因此经济无法增长 马哈迪回忆起1981年推行的马来西亚大保号计划 旨在鼓励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合作 但这项政策如今已被搁置 他批评道 由于贪污、低效和审批延误等原因 人们发现做生意变得困难 他还批评政府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方法 认为仓促实施的增税和合理化补贴措施 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马哈迪认为 增税和政策变化应逐步实施 以尽量减少对供应链和消费者的影响 他特别提到 柴油价格每公升上涨一令吉20仙的涨幅非常大 让人民受苦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指出 大马机场控股公司MAHB的多数股权 仍由国库控股和公积金局持有 政府并未将其出售于外国公司 安华今日在国会下议院的首相问答环节中明确表示 若交易完成 国库控股和公积金局的股权将从41%增至70% 他强调 这与外界的说法不同 外界称是出售 但我们没有把机场控股公司出售给外国公司 目前 外国公司已经拥有约27%的股份 这是由阿布扎比投资局 奥迪亚和全球基础设施 合作伙伴GIP所接管 针对有声音称将大马权益出售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 安华表示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 他强调自己愿意接受任何批评 但各方仍需基于事实发言 他还指出 大马机场控股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员皆由大马人出任 所有的职员也是大马人 同时 安华澄清所有关于国民投资机构PNB 公积金局和国库控股的投资 街部隶属于内阁管辖 他表示 自己已翻阅过去的内阁会议记录 这些机构在做出投资决定时 街位曾咨询内阁 街位曾咨询内阁